乌俄战争还没有落幕 但全球的股市都跟着震荡 去年上市贵公司的获利大爆发 公司呢大方的配息 高值利率股会是台股现阶段 最好的布局选择吗 今天成为泰分析师 要来教你抗震抗跌 抗升息的聪明悬股法 请锁定今天的股市和炒店 股市和炒店标股在里面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施伟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 很受到欢迎的陈维泰分析师 维泰哥你好 师伟好大家好 维泰哥你喜欢吃麦当劳吗 喜欢啊 我最喜欢吃那个无敌猪肉满福宝 早餐的那个 而且要赶在十点半以前哦 我以前念大学都会赶快赶 我知道还有一个地方的人很喜欢 那个俄罗斯的人 对 因为呢这个麦当劳呢宣布 暂时呢在俄罗斯要停止相关的业务了 然后就有人呢目睹在俄罗斯呢 有民众大牌长龙 而且俄罗斯现在很冷 是冰天雪地就为了要吃最后那一口的麦当劳 所以呢 麦当劳暂时呢 像星巴克等等啊 在俄罗斯呢 是没有暂停销售了 但是有一个企业屹立不摇哦 他说俄罗斯人民也要穿衣服啊 你知道是哪一个吗 UNIQLO吧 对没错 你也是有看新闻的好吗 所以啊 你看面对战争企业的立场跟想法就大不同了 但是我们最要关注的呢 还是台股的部分 看到呢下一页的主题啊 要来告诉大家 市场解读呢 乌克兰跟俄罗斯停火的几率非常的高 这让今天台股大爆发 大涨了400多点 而王者的逆袭指的是谁呢 当然就是台积电啊 自己的护国神山自己就 台积电呢 今天不仅大涨 公布的二月营收也超级棒 还有很多中小型股呢 都跌升反弹了 接下来维泰哥要带来 抗震抗跌抗升息的高值利率股 让你即使股市跌 但是他依旧绽放美丽 好来看一下呢 今天台股的部分啊 今天台股真的很强势 跳空开高 而且是开高走高啊 今天呢大涨了417点 成交量呢 则是略微增加 来到了3513亿 而且呢 今天已经收复了连线 涨幅呢 是2.4% 今天台股呢 电子全职股 绝对是盘中的焦点了 台积电大涨了19元 光是呢 贡献台股呢 大约就贡献了160点左右的涨点了 另外联发科 虽然没有回到千金 但是联发科也是大涨的 还有联电跟鸿海 只要你想得到的全职股 几乎都大涨了 再加上金融股的助攻 还有散装航运的助攻 今天呢台股是大涨了400多点 另外来看到贵买指数的部分 今天也是上涨的 涨幅是1.95% 成交量则是611亿 可惜的是呢贵买路后一丁点 还没有收付年限的部分 好那请教一下维泰哥 维泰哥我们看到台股啊 前面那几根大黑K 跳空式的下跌呢 当然都是跟战争加剧有关系 昨天呢乌克兰的总统 泽伦斯基说 他们不加入北约了 但是绝对不会投降 那对于亲俄的那两个地区呢 的地位会采取一个妥协的态度 那俄罗斯也说啦 我不是要完全的接受乌克兰 我也不是要完全的推翻乌克兰政府 但是希望他们可以接受相关的条件 市场解读为 这似乎是有停火的机会 而且呢在我们录影时间的时候 乌克兰俄罗斯跟土耳其的外交部长 正在开会 维泰哥你怎么看待呢 好我想资本市场 其实是最敏感的 我们看到在昨天国际股市的部分 包括像欧洲股市跟美国股市 都是呈现了一个大涨反弹的格局 甚至呢包括像是原油价格 这个出现从高点的回落 瞬间跌了超过12% 然后呢黄金的价格也跌到了 2000块钱美金以下 换句话说其实大家市场预期就是 他们很可能在未来的这短时间之内 会有机会出现这个和谈或者是 二乌停火的一个表现 所以呢在今天台北股市也就是反映 这样子的预期心理 往上去做一个开高跟走高 但是如果说从成交量来看的话 今天成交量只有3513亿 只比昨天略略的增加一点点 那么这代表什么呢 这代表现在市场上面可能大多数的投资朋友 都还在进行观望 所以今天有一点点就是往上开高走高 但是追加买盘的意愿没有这么足够 不过呢我看到施伟很细心呢 帮大家在这个K线上面画了一个圈圈 好这是呢今天呢维太哥呢刚刚呢 在私底下呢先教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反转讯号 这个叫做 导撞反转 对对对我差点讲孤岛 圈起来的那个圈圈呢 是代表什么样的意思 什么叫做导撞反转 为什么它是一个非常强势的反转讯号呢 有请维太哥 好的 导撞反转顾名C就是看到K线形态 有一个像是海上的一个孤岛 对OK 那这海上的孤岛在K线上面 就会形成左边下来的时候 会有一个空方缺口 然后呢空方缺口两天之后 往上去做个跳空开高走高 右边又有一个多方缺口 所以使得这一组K线呢 就刚刚思维在画圈圈圈 圈起来的那一组K线 就好像一个慢慢的一个 骨海当中一个岛屿 就叫做导撞反转 但是导撞反转出现的时候 它是跟B型反转一样是 代表要强势反弹向上的吗 导撞反转跟B型反转 它们的共同点就是 它们基本上都是属于 单角反转的一个内涵 嗯 好那不管是B型反转 或导撞反转都有一种 就是往下出现急煞感底 然后卖压捷径之后的一个表现 哦难怪之前整交量那么大 对我们看到在K线上面呢 我们看到在从上个礼拜五开始 然后这礼拜一跟礼拜二 连续几天的下跌 你会发现到几乎每一天都出现空方缺口 而且呢到离拜二的时候呢 还出现了第三道跳空缺口 对 这个第三道跳空缺口 我们叫做捷径缺口 哦 捷径缺口一出来就暗示 短线上面卖压可能会接近一个尾声 这就是为什么在今天会出现开高走高的一个表现 不过今天会出现导撞反转 说实在话 我有点意外 诶真的啊 我有点意外 这不是维泰哥的预期是不是 哦没有没有 因为我觉得其实刚刚这个斯威有提到 就是二乌的一个所谓不确定因素 并没有完全做消失 对 所以我原本预期是会先在这边去做止跌 但是会有这么强劲的一个反弹的一个走势 倒是出乎我预料之外 哦 好 但是呢今天台股上涨了400多点 我相信呢有很多的投资朋友 应该都非常的开心 但接下来呢我们想要请教一下维泰哥了 因为呢我们看到贵买的部分 今天呢其实除了大型股全职股非常的强势之外 中小型股很多跌升的个股呢也都反弹了 那有没有哪一些个股值得留意 也请维泰哥来帮我们做一下提点好不好 嗯没有错 虽然我们看到在今天电子股的一个成交比重 仍然是不到五成 嗯47% 对 但是呢我有发现到哦 就是中小型电子股在今天的一个涨势 算是相当相当积极 嗯 例如说像是这个四星KY 嗯 今天收盘是供到涨停板 对 还有我们的股王系立KY 嗯 今天也是呈现了一个大涨的一个格局 是 所以呢其实我们看到在这个高价股能够出现 领均往上去做个反攻 嗯 就代表说其实接下来就是 跌升的电子股要运量一波的一个反弹 嗯 再搭配到就是在这个过年之后的一些所谓的航运股的部分 对 一开始是先由航空股 对 带动 然后带动货柜三雄 是 然后在今天看到 连这个所谓的散装航运的一个类股 都出现大涨 包括像是惠阳 包括像是中航中柜等等 对 涨停板哦 对 所以跟各位报告一下 嗯 如果这是一个空头的走势 嗯 怎么会有类股齐阳的表现呢 诶 大家要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对 如果是空头走势就不会有所谓类股齐阳 嗯 顶多就是这个单兵典放 对 一根一只两只这样子往上走 不会看肋骨齐阳的 嗯 所以我相信现在很多的投资朋友 都还在半信半疑 说这个到底还可不可以买啊 我跟各位报告 如果说接下来我们发现到 电子股的成交比重 嗯 开始做回升 是 回升到五成以上 或是接近到六成 那就代表人气开始回笼 嗯 这个时候呢 现在还在做观望的投资朋友 对 就必须要赶快归队咯 哦 那至于归队买什么东西 我们在二月底的时候 跟大家特别的预告 嗯 我说三月份的时候 嗯 我来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 所谓的高现金殖利率的补票 对 那在今天 我要来兑现我的承诺 好 今天呢 微泰哥 对信他的承诺呢 请锁定我们之后的单元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到三大法人的买卖超 今天呢 外资在连六卖 你知道他六天卖多少吗 卖了2300亿耶 啊 外资呢今天回头哦 转卖嘛 一滴滴买了20亿 零头啦 对 哎 喂 微泰哥 那是真的有得来吗 还是他只是试试水门而已 我跟各位报告 这样子的一个买卖超金额 其实他应该是在做换股啦 哦 真的哦 他是买的金额多 卖的金额也多 加起来 然后只有小小的买超20亿 哦 所以还不能看作外资 真的已经回心转意了吗 他应该在做布局跟调整 就是我们在讲说 这个大军 要往上开拔之前 基本上他要去做一些调动 例如说粮草的调动啊 这个医疗资源的调动啊 像有些人就是不懂的调动 所以打那个一个国家 打了超过15天还打不下来 哎呀你不要这样笑普丁好吗 我没有讲是谁哦 好 我能看到呢 头信已经零27买了 买超18亿合计呢 今天三大法人全部都是买超 买超64亿 外资买了群创中环 慧阳KY 今天掌停板 还有中信金跟中嘎 卖了联电华航 长荣长荣行跟开发金 另外呢 来看到头信呢 买了华航中鸿 长荣齐鸿 以及安吉 卖 只是卖了望虹 颜大金 联电志邦 以及技嘉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了 接下来呢 维泰哥要来告诉大家 高值利率股越跌越美丽 请大家持续锁定 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近一段广告 请上网搜寻股市热炒店 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哪些股票会涨 哪些股票会跌 独家标股在哪里 股市热炒店告诉你 三月美国联主会的升息 是一定势在必行的 在全球都笼罩在通膨的疑虑之下呢 接下来排股我们要来看到的是 非常重要 维泰哥带来的 抗震抗跌抗升息的高值利率股 有请维泰哥 好的 我想联准会升息 这个趋势应该是会确定的 只不过升息的速度 还有力道 那么这个就不是我们伤脑筋的 我就交给鲍尔 OK 那你的事情 不是我们的事情 抱着头在烧吧 好 那我相信现在非常多的 你的投资朋友就是 你可能也很想要进场 可是你找不到标的 对不对 很简单啊 我们就挑选就是 下档有保护 但是上档呢 基本上呢 就是它的一个这个 发展潜力 还是很够的一些标的 好 那所谓下档有保护 现在就是最明显 就是所谓的一个 高现金指利率的一个标的 是 我们看下一张字卡 好 资金的活水要自己来添加了 来看到这是维泰哥 帮大家做的统计 对 我记得我们在上次节目当中 有大概口头跟大家报告过 就是 虽然说今年有这个 所谓升息的不确定因素 但是呢 按照我们2021年 上市上贵公司的营收 超过40兆 对 获利也超过4兆 情况之下 尽管会预估 我们在今年所配发出来的股息 大概会有2.4兆 甚至更多的一个金额 那我今天早上 特别帮大家做了一个统计 我发现 目前已经有389家的公司 已经公告他们的一个现金股利 而且呢 在这里面呢 殖利率超过5%以上 有183党 嗯 我请问各位啊 嗯 183党 甚至更多 因为录音的时候 已经是接近傍晚 对 那那么多高殖利率的股票 开始公告 那它再往下跌 直接就往上再做拉高 嗯 你觉得台北股市 会跌到哪里去 不会 应该是有机会 这个是一个很理性的 一个思维逻辑吧 大家应该能够理解 是 那就是因为183党 实在太多 所以我没有办法 只要把我的门槛 再往上做拉高 哈哈哈哈 委屈委太高了 我直接把这个 殖利率的一个这个标 这个标准啊 拉到7个percent以上 竟然还有60多档 所以在60多档里面呢 我就要再帮大家 再做更进一步的一个筛选 我总共用了四个条件 第一个就是刚提到的 我希望现在能够找到 股息殖利率有 大于7个percent 对 因为这个地方呢 大于7个percent 它就越抗震 越抗跌 因为它只要一往下跌 就会有人竟然去做承接 对 再来第二个 它可能股价现在是 是净值比小于1.2倍 或者是本益比小于10倍 嗯 它不是同时存在 它是或者 因为有一些个股 它是看这个本益比的 有些个股呢 它是传商股 它比较适合看股价净值比 或者金融股 所以这个是 两者取其一 嗯 再来就是说 现在成交量3000多亿嘛 可是还是有很多的标的 它成交量没有放大 所以我们希望它的成交量 至少要有1000张以上 好 最重要第四点 是 大户持股比例增加 哦 就在现在这种所谓风雨飘摇 然后不确定因素 满天飞的情况之下 大股东在这边 吃了衬托铁了心 在这边进行加码的标定 嗯 就是我们要优先去做观察的名单 好的 所以呢 那从这些筛选条件当中呢 我们帮大家哦 挑选出了几支的个股 来让大家作为一个参考咯 首先呢 第一支我们先来看到的是雅妮 好 雅妮呢 现在呢 我们看到它的股价 在前阵子啊 因为跟中国那边的一些 所谓的一个就是 呃 不确定因素 被处罚了嘛 对不对 被罚款了嘛 对不对 那造成股价往下去做一个走跌 是 可是呢 那波下跌完之后 马上股价就回稳 嗯 它配息3.4元 嗯 殖利率以最近的股价来看 大概是超过7% 嗯 而且我个人观察到 它的千张大户的持股比例 连续两个月走高 嗯 所以可以观察到 在最近 那个乌尔战争的不确定因素 导致大盘 从18000 跌到17000 甚至跌破17000 嗯 大家看一下 雅妮的股价有没有波动 嗯 基本上没有跌耶 对 就代表说这就是所谓的刚刚所提到的 因为它有高现金值利率的一个题材做保护 嗯 所以下档比较有支撑 是 这个时候呢 我们在这边去做一个布局 嗯 刚好就是一个最好的时机点 好 这是雅妮的部分哦 下一档我们看到的是雅炬 也是雅 嗯 但是它是雅炬 刚刚那个是水泥的 这个是硕化的 嗯 好 但是也同样跟大家报告 在过去这一个礼拜 国际市场在做动荡 它的股价在这边横盘打底 并没有破底 嗯 这就表示说其实它下面有非常强劲的支撑 是 那么在2021年的EPS5.22元 它配息配3块 嗯 换句话说它配息的一个比例超过60% 嗯 算是蛮大方的公司 对 然后呢 大户的持股比例在最近四周都往上做走高 是 这个也就是可能大这个大股东知道 要会有一些所谓的配息的好消息 嗯 提前进场做布局 嗯 好 这是雅炬的部分下一档呢 来看到是台华投控 哦 台华最近新闻很多欸 对 那台华投控呢 其实大家应该最早知道 它应该就是它去认购了就是扬名的私募跟宪证 对 那个什么一张不卖奇迹自来的台华投控 然后去年航海王最经典的名言就是来自于台华 是好 那最近它的股价也随着航运股的一个走势往上去做墊高 那这两天有做拉回 嗯 不过我想呢 它在去年EPS30块钱 配息13块钱 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现金股息值率 其实也算是有蛮高的 嗯 那大户持股比例呢 在最近呢 是创下今年以来的新高 嗯 所以我觉得在大户持续加加码的情况之下 对 如果接下来航运股还是持续往上 那它应该还有在往上做走高的机会 好的 这是台华 下一档呢 我们要来看到的是经济 那么经济呢 它在去年的10月中 就已经看到相对的一个高点 是 然后领先做拉回 对 我们刚刚说到的对不对 嗯 先拉回先落底 嗯 那么现在呢 它公告它去年的获利数字 嗯 10.06 对 配息7块半 嗯 换句话说它赚10块 拿7块半分给大家 很大方 对啊 非常大方 谢谢经济 然后呢 大户的持续比例 连续四周往上做走高 是 自己人都很捧场 为什么 因为配回自己口袋啊 嗯 对不对 好 所以像这种股票大股东都在买 嗯 我觉得它在下档的一个支撑 应该会相对比较强劲 OK 好 这档呢是经济 接下来呢 来看到下一档呢 也是电子股 它是加仕达 对 虽然说它是电子股 但是呢 它最近这一两年开始做转型 嗯 转型做这种所谓的一个电子医疗 嗯 就是把这个以前的鸿海把它换掉 换到新的蓝海去 嗯 那么它的一个去年的获利数字 4.22元 对 看起来它的转型应该是蛮成功的哦 嗯 但是它也很大方 它配息2.5元 嗯 那么大户持股比例呢 连续两个月在这边创高 是 我们看到它的股价 从去年12月份到现在 基本上都没有跌 嗯 这就属于你先去做打底的一个个股 对 这种个股啊 可以大家可以就优先去做观察了 好 啊 最后一档呢 我们则是要来看到的是统一症 哎 有点出乎意料耶 对 应该是这样讲 其实在这个去年 对不对 我们看到成交量 非常非常的大 哇 我还记得那时候 五千 六千 好像做美梦一样 对 所以那个去年呢 很多证券公司的一个 获利数字都非常的亮眼 嗯 而且当冲又多 对 那么统一症呢 去年EBS2.75元 然后配息1.89元 也算是非常大方的一家公司 没错 那么这波股价往下做走跌 刚好给的就是这个 呃 锋利做承接的一个好机会 是 那目前大概股息值率将近有7% 嗯 好 所以呢以上呢是维泰哥 帮大家介绍的 有关于高值利率的个股了 当大盘在震荡的时候 这些高值利率的个股呢 可以帮助你的资金添加活水 跟大家呢一块来分享 我们也非常谢谢维泰哥 谢谢思维 谢谢 好 接下来来看到网友提问的部分了 首先呢第一题先来看到的是 台积电今天公布了2月的营收家 之前呢大跌的时候很多散户都抢劲哦 台积电的股东人数呢一度是破百万的 那维泰哥你怎么看呢 一直到现在哦还有人在问说 哎那个台积电是不是600块以下随便买随便赚 还有人说就无脑买就对了一定不会后悔的 但真的是这样呢维泰哥 呃我个人认为好公司也要有好的股价买卖点 这介入时间点是很重要的 你说台积电有多好 我当然知道它很好啊 对不对 这个苹果最新公报的一些所谓的新产品 有一个M1 Ultra对不对 对对对 这号称是怪兽级的晶片 对对对 那我请问各位 这样怪兽级的晶片 你觉得它会下单给谁 当然是台积电 因为苹果要做就要做世界第一的 对啊 台积电就是世界第一啊 对嘛那现在3奈米的制程台积电说 它在今年下半年就要进行量产 那未来什么高效运算 或者是些所谓人工智慧 或者是这个物联网的这些所谓的一个高效的晶片 全部都只能用高阶制程来做 那高阶制程谁就领先 当然台积电 ok好 所以其实选台积电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我要说的事情是 因为刚刚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 我们大概看了一下法轮店买卖超 台积电好像外资还在卖 还在卖喔 外资没有停下来 外资还在卖 对 所以我认为说在接下来 如果这个时候要去做进场的时候 特别要观察一下就是 外资对台积电有没有出现卖超缩手 你不一定要看到它会要出现买超啦 但是如果说能够看到外资卖超缩手 这时候再来做进场 可能会是比较好的方式 ok好 另外呢也补充给大家 今天向我们公布台积电最新的 二月营收喔 它虽然呢 因为工作天数的关系 是月减了14% 但是呢 它是创下历年同期的新高 非常棒的好表现 可以说是淡季不淡 二月营收呢 来到1469亿 另外呢 我们来看到下面的议题呢 是第三代的半导体回温了吗 汉磊跟佳晶今天都涨停板呢 维泰哥 好 这个接下来 像一些这种所谓的一个第三类 什么说第三代半导体 对 它的需求呢 可能会随着测用电子的一个需求 持续往上做增加 那么其实 这就是我刚刚说提到的 有一些电子族群 它很早就拉回了 例如说汉磊 它在去年的10月份 就已经出现高点 开始做拉回 10月 11月 12月 1月 2月 5个月了 这股价修正了5个月 然后呢 修正刚好回到年限附近 没有跌破 所以它其实就是一个 先拉回先落跌的一个概念 那么这边看起来 它的整个股价的一个形态上 好像有一点头肩底 欸 有没有看到 现在刚好在做右肩 最低的那个99的那边是 头 然后左边 左肩右肩 对 现在好像在做右肩 所以如果说明天 后天 它的股价再往上做走高 那这个底部不就成型了吗 所以 当然 这个维泰哥我在节目中教过 然后呢 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现 当然就是因为看好第三代半导体 它后续的发展 因为汉磊它是从上游中游下游 它是一条龙的一个制成都在它的手上 哦 对 好 所以呢要请大家密切的来关注 留意一下下面呢 下一档看到的是更活泼的家金 可是两个好像也是差不多走势欸 嗯 但似乎它没有那么明显的头肩底 没有关系 哦 跟各位报告一下 家金它虽然说没有像这个头肩底 对不对 可是 同学们 各位朋友 你哪一条 哪一只尺 嗯 画一条线 怎么画 你从这个去年11月底的高点154 然后呢 连接 每一波反弹的高点 嗯 刚好会形成一个什么 下降趋势的线 是啊 你画完之后你就知道答案了 什么意思 就是它如果明天再涨 股价就会突破下降趋势线 然后它的股价的趋势 就会从原本的空头 转为多头 或者是进入足底 哦 所以明天很重要欸 明天很重要哦 哈哈哈哈 好 我们接下来呢来看到的是 波罗迪海指数大涨了7% 接近最近三个月的高点了 战争呢 也让中航 跟慧阳KY涨停 散装航运今天非常的强 韦大哥你怎么看呢 好 呃 散装航运哦 其实我相信最近呢 可能因为这个股物的需求 因为小麦大涨嘛 对 大宗物资呢 这个报价大涨 嗯 所以使得这个BDI指数的一个大涨 嗯 但是BDI指数又分成这个BCI BPI 跟BHI 对 那如果说是跟大宗物资 比较相关的 应该是属于就是轻变传的 也是BHI的部分 所以为什么这也是今天这个慧阳 它的一个股价创下波传性新高的原因 嗯 那么中航你可以观察到 嗯 它的整个股价在低档做转强 对 哦 所以它其实跟这个慧阳是比较不一样的 嗯 因为中航它是属于这种跟BCI 跟海峡型的 运价指数比较相关 是 因为海峡型运价指数 嗯 包括像是慧阳 嗯 包括像是这个 我们看到这个四维行 嗯 或者是像是这个 这个台行 嗯 这种跟小船有比较相关的 好 那么今天是连中航 连育民跟新兴都带动 嗯 那我认为说也的确是因为 可能去年的 获利数值还不错 嗯 然后股价开始做反应 嗯 好 所以呢这是今天涨停板的 中航以及慧阳KY 另外喔 违泰哥帮大家来做说明 欸看起来慧阳KY的现行 真的强很多 他的缺陷都是多头排列 对对对对对 好 以上呢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了 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 非常的谢谢违泰哥 谢谢四位 谢谢 如果你喜欢股市的炒店的话 周一到周五的晚上九点半 我们都在YouTube的首播 非常欢迎大家呢 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以及开启小铃铛 现在台股呢 已经出现了 违泰哥 倒撞反转 倒撞反转 就是非常强势的反转 讯号喔 希望呢明天呢 台股给我们一个 Happy Friday 星期五可以很开心 谢谢维泰哥 谢谢 谢谢大家 拜拜